用轻松和趣味的方式 聊着府城的事事相向 这三位学生是今年台湾市中西区公所的 暑期计划公读生 他们为了唤起市民对这座城市的种种记忆 年轻时代用他们的视野跟想法 经过整合跟规划 将他们发现府城的故事 制作成一系列的节目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原本这个计划是希望能够公读生 实际去做采访在地人跟在地的故事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也没办法外出 所以说我们以我们公所中西区影像文化地图 48部的纪录片做发想 然后企划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未来公所也会持续跟台湾艺术大学的 广播电台继续合作 这一次公所跟台湾艺术大学南门电影书院合作 藉由里面的广播设施的资源 由三位学生一步一脚印 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制作 除了用声音赋予文字有不同生命力以外 同时也为未来的规划做一个典范 对我们是透过这些节目呢 希望去让大家更知道中西区的一些 台南市中西区的一些 俯成的生活记忆 那其实像我们大学生 就是年轻 我们是用年轻人的角度去思考 然后因为现在大学生来台南玩 可能都是去一些热门景点 或是网美景点拍照 可是都不知道那些景点的历史 或是他以前有过的生活故事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节目带给大家 那我们今年中西区有六个提案单位 参加我们文化局的社造 社区营造计划 那未来我们也会邀请这些提案单位 跟我们在地的居民 一起上电台 然后分享他们做社造的一个精彩的故事 那同时我们也鼓励能够全民开讲 未来中西区公所将会继续跟台南艺术大学合作 将这个空间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同时也要邀请乡亲上电台共同分享 就希望借由这个平台让大家来开讲 可以把府城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不想赌输你不知道 老派少女不你知道 记者学中西区采访报道